Hello,大家好,我是山哥,欢迎收看山哥在美国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移民美国有哪些途径 之前的节目有说过一些 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下吧 有的人可能没有看过以前的视频 因为也有很多小伙伴们在我的评论里面留言问我 问我山哥现在还有什么途径可以来到美国 可以移民到美国拿到合法的身份 那么移民美国其实有很多种的途径 最简单的就是旅游签证过来 然后转换身份 这个就有很多种了 首先要看你是什么身份 你在国内有没有拿到过什么证书 这是一类 如果你有在国内获得过什么奖项 获得什么证书 可以用旅游签证来美国办理叫杰出人才 叫杰出人才 像我很多朋友他们以前都是运动员 或者是练杂技的 杂技的表演演员 他们都会办一些 他们就可以申请叫杰出人才 这个在美国是非常 比较好拿身份的 当然也是要看一些运气 也有没拿到的 也有拿到的 但是大多数都能拿得到 你包括他们运动员 职业运动员 像我知道的一些国内的一些体育明星 有一些明星他们都有都有身份 都有绿卡 至少是绿卡 都有拿到绿卡 这个是比较一个轻松简单的一个 还有一些技术人员 运动员 杰出人才 还有一些技术人员 包括工程师 包括一些工程师 还有一些所谓的大厨 我知道很多 纳斯比亚斯赌场里面高薪聘请他们来的 都可以帮他们申请绿卡 这可以留住他们 包括洛杉矶纽 纽约那些 他们都有一些高科技人才 包括我们所谓的留学生 来到美国了 留学 读一些名校 然后留在美国 给一些科技公司打工 然后科技公司留下来他们 这个叫做一个劳工签证 劳工签证 然后转绿卡 这一类 这个都叫做一个移民方式 这是一种移民方式 还有一种就是 这是第一类 第二种移民方式 投资移民 就是人家有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美国用得上 但是有钱还要有运气 还要有一定的技巧 首先呢 运气来源于 就是说你的律师 你帮你办理的这些 帮你办这个叫做投资移民的 这些中间商 公司 他们负不负责任 他们靠不靠谱 这是一方面 另外就是看你的实力 你的自己的资金实力 足够强大 你就移民的几率就越高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上网 通过某种渠道去了解一下 这方面 第二类就是这个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讲的就是说 你要有一定的实力资金 比如我投资一个加油站 我投资一个公司 但是我要聘用这些美国当地人 给我打工 我要给他们发工资 你要有这个实力 你才够资格 不是说你买房 在美国就可以算投资了 我买10栋楼 我在美国算投资了 这个不算 你一定要在美国开工资 开公司 然后注册 然后聘用人家 美国人 给你打工 要给人家发工资 报税 这才叫投资移民 不是说我买五套房子 买几套房子 我算不在投资 这个不算 因为很多人有个误解 是不是投资 这个也算投资吗 这个算是你个人投资 他不算是给美国投资 所以这个不算投资移民 这个大家切记 然后呢 第三类 就是这个叫做结婚移民 结婚移民 结婚移民呢 跟别的移民还不一样 结婚移民是配偶 是美国公民 或者是美国绿卡 申请对方 结婚 拿到绿卡 这个叫做配偶绿卡 配偶身份 移民 这个在美国很常见的 只要对方有在美国合法的居住权 有美国的合法身份 包括绿卡 美国绿卡也是可以申请另一半 拿到美国绿卡的 慢慢转换成公民身份的 这是第二类 第三 这是第三类 不好意思讲有点乱 第三类 还有一类呢 就是说办庇护 庇护 庇护旅卡 庇护身份 就是从美国 从中国 移到 来办 无论你是用什么身份 我讲的是 无论你用什么身份 到美国 入境美国 然后转换身份 以你个人的一个情况 告诉你的聘用律师 但是大家切记 一定要找正规的律师楼 不要找中介 正规的律师楼 让他们给你量身打造一套 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 一个身份吧 帮你取得一个合法的身份 我只能这么说 有的他们就是按照你个人的 你是办什么身份呢 你是要办一个庇护旅卡呢 OK 庇护旅卡要分很多种 要分这个民运人士 民运人士 还有分这个宗教人士 还有什么一胎化 法轮功 这些经常看节目的人 他们都知道 就这几类 所以你要 让他们知道 他们会为你量身打造 所谓这些律师楼 洛杉矶办的是最多的 洛杉矶跟纽约 当然也有中介 也有假的 也有骗子 当然大多数人 我想我 以我在美国多年的经验和了解 在美国办政治庇护的人 超过50%以上 拿 那获得身份 在美国 拿到美国绿卡身份的人 有50%以上 甚至60以上 是通过拿政治庇护旅卡 获得身份 这个身份 因为当初来讲 中国人基本都是靠这一类 一个是移民 早期移民就不算了 后期的 这些从大陆来的 就从社会主义过来的 他们都会选择用这个政治庇护 因为从香港 台湾 或者是澳门 或者其他地方 它不存在这个办庇护 因为他们都是说 不是共产主义的社会 包括朝鲜 朝鲜人 中东一些 中东一些国家 还有非洲一些国家 还有中国内地 这些国家是 可以办这个庇护的 因为它是共产主义国家 像一些民主国家的 它是 它不给你办 我认识 我有认识的台湾人 香港人 还有这些 韩国人日本人 他根本不给你办政治庇护 因为他们不存在 办政治庇护的这个 这个水平线 你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你的国家 根本就不是 就是 共产主义国家 只有共产主义 包括俄罗斯 是可以办庇护的 其他国家都不能办 很多国家是 它不给你办的 所以说 它这个还有限制 所以你想有的地方想办 你还办不了 这也是一个渠道吧 这是一个渠道 这是在美国基本的 这个办身份的一个途径 做生意 就是我指的 就是投资移民了 有人说 我做生意 我来美国 能不能移民 这个就是投资移民 做生意就是投资移民 你在美国 欢迎所有人来美国 但是还是一句话 这个买房子 不算投资移民 还有一些人就是陪读 陪读 陪读但是他也不算移民 只能说 你陪着子女过来 忘了一个生孩子 美国生孩子 也是可以办移民 就是说你要等孩子 长大成人了 好像18岁 还是21岁 我忘了 就你生下来的孩子 女性 女人生下来的孩子 在美国 在美国 他是公民 只要是不管哪个国家 才的小孩 在美国一落地 在美国生 在美国医院生出来 他就是公民 很多人是靠这个拿到身份的 孩子 孩子还小 拿完身份 等他成人之后 把父母申请 申请过来 或者是有的人 就一直生活在美国 没有身份 一直靠别别的身份 在美国生活 然后呢 孩子 长大成人了 合法了 就是成年了 有够可以申请父母的这个条件了 把父母申请了 直接拿到旅卡 这也是一个渠道 基本就是几种 基本就是几种 讲的细不细的 可能有细致的 可能有不细致的 有说到有没说到的 那就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再问我吧 我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讲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了 好吧 喜欢的就点赞 转发 评论 上个在美国 谢谢 下期见 拜拜